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幽娘家主任 今天要带大家到 都市中免费的森林住院区 搭配移动冷气 夏天正午 也可以超舒服 我们来看一下副驾驶最爱的宝地 看到没有 前面就是101 亲子浴室 没看过这么好的 超豪华 粉丝破6万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一个特别节目 为什么你会这首歌 因为我是王兴林男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先订阅 按赞 打开小铃铛 关注幽娘驾驶FB粉丝页 可以获得最新讯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幽娘驾驶 我是副驾驶 今天小朋友带我们去哪里呢 很可爱的森林露营区 闹钟取尽 最重要的是 林园 跟着我们的脚步 穿越都市丛林 一起出发吧 这里就是台北市内服区的 壁山露营场 管理中心这里登记完 确认行为之后 东西通通要下在这里 这个平台 这里还可以借手拉车 壁山露营场 只能以手拉车的方式 接驳露营设备 这一次我们预约的是森林中的鸟巢 为了推冷具 在管理中心前面的平台下完货之后 我们沿着联络到进来 这边路边都有停车场 这里是正在森林中未来的管理室 借完货之后我们从这个门进来 这个冰箱是含锂电池版本的 所以它电拔掉之后 还可以再撑大概两三个钟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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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露营风 这个叫做工具 翻个山里还不错 我的清凉饮料 好好好 就这样 等一下才搭账 好 点烟座 我们把车充拆下来 这个车充是用夹头的 中间正 好 旁边是负 千万不要接错了 烧掉优娘大使不负责 这样子它就可以提供14.6V的电源 再接上来 好 看一下 怎么样 1.1A 它只耗电1.1A 表示我们的14.5V 已经转到冰箱来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的冰箱晚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 给各位参考 1.1A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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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热又痒 虽然 森林很棒 可是蚊子很多 我今天晚上准备睡在出风口 欸你太夸张了 有人在吗 你不要太夸张 喔好凉喔 这里 有个小缝 我们拿卫生纸先塞起来 不要让蚊子进来 各位一定可以发挥想象力 做的比优娘价值更好 晚上六点半 在毕山露营场的森林露营区 哇 这个蚊鸣好大声 好清脆 要去洗青菜了 它这个是台址最新上次的麻辣酒香豚肉面 非常好吃喔 哎呦滚了 肉很大块耶 你看 再加上酒包 我喜欢有米酒香 吼 吹个电扇 各位观众 森林中的野餐店 吃饱了 热死我了 在帐篷外面吃晚餐最好是配一台电风扇 还有自然风 舒眠 一般风量 前面的倒风板是特殊的设计 喷射3D的气流 非常集中 睡觉很舒服喔 吃饱饭 清凉饮料 无限上瘾 而且呢 不会退冰 冰冰凉凉的最好喝 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 我们今天晚上要睡觉的环境 外面我们用了一台行动冷气 进风口在这里 超凉爽 今天我们把移动冷气放在外面 然后把冷空气吹进来 在这里我们也顺便回答一下 粉丝们的问题 这样子一直吹 会不会像吹气球一样 把整个帐篷吹到鼓起来呢 各位看一下 其实这个帐篷上面它是沙网 所以它是透气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会吹气球 冷气放在外面 那它侦测不到室内温度 是不是就一直运转呢 答案是对的 它会一直运转 但是因为这个空气是 跟外面是连通的 所以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凉风扇 还有朋友提到说 如果我把冷气放在里面 热气排出去 会不会造成帐篷内的负压 其实也是不会的 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一直会有空气补进来 简单的说 它就是强制排气的概念 它把里面的空气 热气抽出去之后 会补外面新鲜空气进来 所以它的冷房效果 不会达到非常好 但是呢 这个空气是非常舒适的 另外呢 还有粉丝问 这个行动冷气 它的噪音值是多少呢 大概是58 59分贝 刚刚有两家驶帮各位测试过了 大概就是58分贝 我睡在这个位置 睡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测 它就在旁边 是58分贝 其实算是很安静的 这里的虫鸣声啊 风声 都可以盖过冷气的声音了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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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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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